在高级饭店门口都受点心 来自委内瑞拉的法兰西斯 试图打黑工赚取微博收入 一个南美洲肉饼卖五美元 供应商抽成后 他至少能赚到一美元 由于丈夫在家乡遭到黑帮杀害 法兰西斯只能带着四名孩子 逃到遥远的陌生国度 他至少要在美国待六个月 才能取得合法工作权 我们走过森林 通过巴拿马 沃德马 沃德拉 尼加拉罗 然后我们到这里 我尝试着带着带着 我不喜欢哭 阿丁美洲许多国家治安不佳 黑帮横行 大量人口被迫离乡背景 寻找更安全的生活环境 其中美国和加拿大 是主要的非法移民接收国 来到这里的非法移民 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 像是同样来自维内瑞拉的艾密利 就曾是土木工程师 他即将带着儿子前往俄亥俄州 与在当地求职的丈夫团聚 根据卡拉罕素凯利案的判决 纽约市自一九八一年起 有义务合法庇护 无家可归的民众 然而过去两年非法移民暴增 已超过二十万人抵达纽约市 让财政负担越来越重 除了公家庇护系统安置了六万五千人 政府也和旅宿业者签订合约 让移民暂时居住在旅馆的控房 但他们的住宿费 来自纳税人的钱 引发市民怨言 纽约市官员曾称 非法移民问题 可能导致纽约市三年损失 超过一百亿美元预算 而政府自去年底推动的移民就业方案 也仅帮助了两千多人找到工作 由于非法移民缺乏专业培训 让许多雇主不敢聘用 大量寻求庇护的人 因而转向非法劳动市场打零工 如今纽约市旅馆安置的合约即将到期 年底前约一千八百位移民 将被迫离开目前的下榻处 政府正迫切寻找新的合作业者 希望新的一年能释出至少一万四千间饭店房间 但这种安置方案成本非常高 三年来已超过二十三亿美元 纽约市长亚当斯就打算 让移民转移到由纽约州政府 或其他地方提供的住房专案 今年七月已有四百多个家庭 被安置到纽约市以外的永久住房 约四分之一 在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 公司新闻两眼编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